大聲呵斥 鬧視民眾趴下 儘力把男子團團包圍 暗夜傳出三聲槍響 警方貨報抵達現場 發現有人中彈 趕緊把傷者送一急救 初步調查兩批人馬 都是這間洗車場股東 八個人二十六號凌晨 開車到台中大理這處洗車場 其中一人要找充電線 在店內翻箱倒櫃 這個舉動引來屋內四人不滿 雙方爆發衝突 過程中有人開槍 造成一名二十五歲未姓男子 左小腿中彈 所幸未姓男子送一後五大愛 目前啦 海溫局的專案小組 以掌握特命對象 警報警署來指揮 現場十多個人被帶回問訊 開槍的犯險卻仍然逃亡中 不過二十四號台中坦子 才發生裸胃灘槍擊命案 想不到大理也傳槍響 是不是我們現在台中市民 必須要戴頭盔穿防彈背心 才能夠安心的出門呢 接二連三的在台中 這麼多的重大槍擊事件 我想治安真的在台中 已經早就亮起紅燈了 台中市警局宣布 要求警力全部動起來 即刻起展開數槍專案 不過三天內連續發生兩起槍案 造成一死一傷 不只是治安隱憂 也顯示嚴重的黑牆問題 近新聞趙建林 賴文中 黃蓉蓉 余家瑋 採訪報導